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老師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動手製作太陽能動力 轉動平衡的焦距 那麼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我們會看到類似這樣的一種東西 悄悄板的現象 或者有這種原理 那它在靜力平衡的狀態之下 它會維持一個平衡狀態 那麼在我們的生活裡面 我們會常常看到悄悄板 可是我們不容易看到 它就是除了靜力平衡之外 它會不會轉動 那麼我們到底要如何讓它去轉動 在我們的這一個焦距裡面 我設計的用太陽能板產生的電力 然後驅動馬達轉動 帶動一台飛機產生動力 能夠讓我們這樣的一個平衡裝置 不需要外加的電力 我們就能夠在太陽光底下 它會平衡的轉動 那麼在我們的教育工作上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不錯的教具 因為它可以討論到很多的現象 它可以討論到靜力的平衡 可以討論到力距的關係 可以討論到物體的圓周運動 這些現象的話 我們在這個教具裡面 我們全部都跟它包括在一起 我們的教具 其實製作之後就是非常簡單 整個教具的材料的話 整個教具的材料的話 大概就是這些東西 大概就是桌上的這些東西 我們老師可能需要自己準備材料 一個大的寶特瓶 一個小的寶特瓶 小的寶特瓶的話是當成我們的配重 配重的牽重 再來 那到了寶特瓶的話 可以當我們的支點 在我們的這一個 在我們的這一個教具上面的話 我們會看到它就是這樣的一個功能 那麻煩老師記得要自己準備這兩樣東西 另外老師要準備的工具 可能要一把小的十字螺絲起子 一個美工刀 一個美工刀 然後我們還需要打火機 這可能會用得到 也可能用不到 另外我們還需要用到透明膠帶 我們現在來跟所有老師 介紹我們材料包裡面所有的材料 第一個我們材料包裡面的話 有一片珍珠板 然後有一個圖板 麻煩老師在事先的話 請按照我們這個圖板的形狀 把我們的珍珠板裁切一下 這個東西的話 可以做出我們所需要的飛機 整個教具裡面的飛機 第二個我們有一個比較大的木棒 上面有磚五個洞 那如果是連三個洞在一起的最上面這一個 它是我們的支點 當成我們的支點 接下來有兩個伸縮的 可以調整 可以調整長度的伸縮的木棒 木條 再來有一個小的太陽能板 小的太陽能板 再來有一個小的馬達 然後小螺旋槳 那為什麼我會有這些東西呢 因為我覺得在生活當中 很多東西都很偶然跟很有趣 我本身有在玩遙控飛機 所以剛好這些東西在手上都有 因此就會想到說 我們的這樣的一個教具 能不能把它變成一個太陽能 動力的一個教具 手邊有的材料 就把它組裝一下 發現到這個東西 能夠很有效的用在教學上 而且它的組裝也很容易 我相信在我們的教學過程當中 我們能夠引起學生很多的這種興趣 那這裡面最棒的就是說 它會動手做 而且也不是說非常的艱難 因此我認為這個教具的話 在我們老師的上課當中的話 能夠有效的幫助我們教學 這個大概就是我們材料這樣子 跟所有老師介紹 請老師要記得要清點一下 最後的話我們有六個螺絲帽 五個短的螺絲釘 一個比較長的螺絲釘 六個墊片 這是我們的比較微細的一些材料 那老師在拆開材料包的時候 請要小心不要讓它丟失 因為其實這些東西的替代品非常的多 當然如果是少了一根螺絲的話 還都可以用 只不過是會比較麻煩而已 那大概就是我們的材料 所有的材料介紹 我把我的飛機材料已經切割好了 那我的習慣會從 先把飛機把它組裝起來 那切割好了之後 我們會有兩個長條形的板子 這兩個長條形的板子的話 比較長的是上組翼 那我們就按照它的那種切口的方向 把它組裝上去 另外有兩片 有兩片我們的支撐板 機翼的支撐板 也跟它安裝起來 它的傾斜角度的話 傾斜角度是 這個支撐板的傾斜 是下後面傾斜 因為我們的下機翼的話 它比較後面 跟我們真正的飛機的話 是一樣的形狀 這個組裝的話 大概按照我們的那種 看到那種缺口的話 跟它組裝起來 就能夠把飛機完成 這是我們組裝我們的飛機 它的形狀 我覺得還是有點像 所以在我們玩飛機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當我們玩到某一個程度之後 對很多的現象 對很多的現象的話 我們大概都能夠去熟人生巧 這台飛機的話就是 只畫一次就把它完成 也讓我們能夠組裝起來 接下來請老師們開始先組裝 組裝我們的這個飛機 謝謝各位老師 我們的飛機已經組裝好了 接下來我們要把我們的動力設備 把它加到我們的飛機上去 第一個先拿我們太陽能板 有一片小的雙面膠帶 我們把雙面膠帶一邊 有一小片剪開的 請老師把它留到旁邊去 然後我們就把雙面膠貼到 我們太陽能板的背面 貼到太陽能板的背面 這有兩個功能 第一個能夠把我們的太陽能板 連貼到我們的飛機上面去 第二個它剛好能夠把我們的電線 把它包覆住 緊貼在太陽能板上面 那我們在操作的過程當中的話 這個電線就比較不容易拉扯到 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把太陽能板 裝到我們的飛機上面來 大概貼到機翼上面 貼到機翼上面中間的地方 能夠讓我們的電線 從主翼上面剛好是兩邊延伸出來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給老師三分鐘時間操作這樣的一個工作 好 謝謝 我們接下來要把太陽能電池跟馬達連接在一起 那在連接的時候 有一些細節要稍微注意一下 當然第一個它的長度太長 可是如果說我們老師第一次做的話 我想也建議啦 就是不要把它剪短 第二個我們這個馬達的電線它很細 要去處理都很麻煩 這時候怎麼辦呢 我會用單火機把它燒一下 然後把它拉斷 把後面那一段把它拉斷 如果你怕燙到的話 請老師自己準備一下比較好的工具 基本上應該是不會的 接下來我們就 準備把我們的馬達連到我們的電線上去 那這個電線的話呢 我們如果長一點的話可能會比較好接 所以裡面的銅線我們就跟它調長一點 用剪刀剪開 我們接下來要把馬達螺旋槳把它接到我們的飛機上去 那我們要接飛機上去之前的話 先把螺旋槳把它裝上去 螺旋槳把它裝上去 那我們裝螺旋槳的時候請各位老師看一下 我們螺旋槳有字的那一面 有字 有一邊有字 有一個寫A 或者有一個寫其他的符號 有符號的字的話是朝飛機的前方 朝飛機的前方 首先我們要先把這個把它先裝起來 那裝螺旋槳把螺旋槳裝到馬達上去的時候 請小心去使用 最好是把螺旋槳放在桌面上 螺旋槳放在桌面上 然後我們輕輕的用力壓 好 輕輕用力壓進去 壓進去之後 因為不能這樣子 不能在空中用力把它擠進去 因為我們這個螺旋槳的背後的話 它很脆弱 有時候這樣用力擠的話 結果後面這一塊的背板的話 它會破掉 所以我們把螺旋槳放在桌上 馬達用力往下把它扎進去 好了之後呢 那我們老師要記得 接下來我們還有一小片 一小片的雙面膠 把雙面膠把它黏在我們飛機的前面上面 前緣黏上來 塗出去的地方呢 我們把它剪掉 把那個貼紙把它拿掉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的電線有兩條 電線的話有兩條 黑色馬達上面有兩條電線 黑色的話是接黃色太陽能板的黃色的電線 我們就來調整一下它的位置 把它黏上來 黏上來之後呢 再用膠帶把我們的 再用膠帶 把我們的馬達跟它固定起來 我們就來調整一下它的位置 黏上來之後呢 再用膠帶把我們的 再用膠帶 把我們的馬達跟它固定起來 配合在一起 因為我們為了讓所有螺絲更方便操作 所以我們把它改成用雙面膠 然後貼膠帶 它的力量都不是很大 而且我覺得轉動穩定性很好 所以基本上它不會因為在操作的過程當中 這個馬達就飛出去 那好了之後呢 我們把黑色馬達上面 馬達上面黑色的電線 就跟它接在太陽能電池上的黃色電線上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應該接著都沒有問題 那馬達上的白色電線呢 就接太陽能電池咖啡色電線的那一條線 把它接起來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的飛機的話呢 大概都已經組裝完成 最後呢 我們把電線稍微收一下 用膠帶把它貼起來 用膠帶把我們的電線稍微固定一下 這個空間不是很大 所以我們稍微要小心一點 不要黏了半天 又把電線把它扯斷掉 基本上先跟它固定住 那完成之後我們測試沒有問題 測試沒有問題 我們各位老師如果以後你要怎麼修改 再去修改 這個是我們的飛機到這裡的話 全部黏貼完成 當然如果說天氣好的話 我們所有老師黏貼完成之後 請拿到教室外面去 拿到辦公室外面去 用太陽光測試一下看看 基本上我們的螺旋槳它是順時 如果說飛機面對我們的話 飛機面對我們的話 它是順時中轉動 順時中轉動的方向 大家好 我們現在要把我們的教具旋轉木棒 這個木棒把它結合起來 那很簡單就是用我們的手邊的這些 螺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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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螺絲釘 然後兩個伸縮的木條 就把它結合起來就好了 第一個 我們在三個孔的 最裡面這一個 穿上 穿上 藏的螺絲釘 最藏這個螺絲釘的把它穿進去 穿進去之後我們用 加上電片 然後 然後呢 螺絲跟它鎖上去 再來 另外 另外 另外兩個洞的話 我們用短的螺絲把它鎖起來 我們操作這一些東西 它沒有很難 可是因為不是很大 所以有時候在操作過程當中 難免會掉下去 我們這東西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它能夠伸縮 那伸縮的話 能夠調整它的配重 改變它的力的平衡狀態 好嗎 另外一側的話呢 另外一側就把較長的可伸縮的木條把它鎖上去 再次刮鎖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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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的飛機那一側它的重量很輕 所以我在比較長的這一邊的話 我會把木條全部放到最長的狀態 這樣的話我們旋轉焦距的木條就已經完成了 接下去最後階段就完成我們今天的太陽能動力平衡焦距 當然最後的話要把飛機放到我們的轉斷的木條上面 然後我們的配重的水瓶也要把它裝到我們的轉動平衡木桿上 木桿的話我們第一個這個小寶特瓶 要跟它鎖螺絲上來 鎖螺絲的話要挖洞 要怎麼挖洞呢 基本上我們拿一個沼紙 然後用 如果你有電鑽的話 可以用電鑽就把我們的寶特瓶的瓶子挖個洞 如果沒有的話就用這個沼紙或者剪刀尖銳的東西 把我們的寶特瓶尾端 融一個洞 融這個洞大概只要能夠把我們的螺絲鎖進去 這樣就可以了 螺絲能夠鎖得上去就可以了 螺絲能夠鎖得上去 挖洞之後我們把寶特瓶的瓶蓋 把它鎖到我們的旋轉木桿上面 再為止一點 你就 Adventlyn 這麼方法 好 我很往FE 還有 一 把他鎖緊 加一點水 我們把他弄上來 把瓶子鎖上去 再來我們的飛機的話就是在另外一端 如果說你希望他能夠順時鐘轉動 我們的飛機就朝這個方向 如果說你要讓他朝另一個方向轉動的話 我們就這樣子 我們在飛機差不多大概前年三分之一的地方 主翼的下面跟他挖個洞 能夠讓我們的木條戳進去 怎麼挖洞呢 怎麼挖洞 我們用美工刀 用美工刀在我們主翼的下方 跟他切割開 這個切口不要割太大 其實這件工作的話 我們是希望老師 我們應該在做完之後 再用熱熔膠把它固定起來 如果確定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把它固定起來 底下挖個洞 然後就把木條把它戳進去 這樣的話我們的飛機就裝上去了 最後我們把它放到 我們把中間比較長的螺絲 當成我們支點 把它放到我們的大的寶特瓶上 我們這樣看的話 因為現在我們小寶特瓶 配重的小寶特瓶上面沒有裝足夠的水 所以當然就是敲敲板原理 力矩的概念 比較重的那一端會往下垂 我們如果要讓它平衡的話 就是把這個配重的寶特瓶 我們跟它裝水 裝到它能夠平衡 如果有稍微的穩定性不好 或者是它的淨力瓶效果不好 我們可以去微調我們的 這個可調的長度 可調木條的長度 最後的話就是我們的作品就完成了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那麼我們在製作之後 因為我們的這些飛機的話 它的重量非常的輕 它的重量很輕 怎麼辦呢 這時候我們可以再額外加其他的東西 來調整它的配重 我們所看到這個飛機 它其實因為我喜歡飛機 所以我會用飛機的形狀 不過我在這裡也可以給老師一些想法 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可不可以用其他的東西 來做成我們的飛機的這種動力 我這裡手上有幾種形式 這裡的話是用泡棉做出來的飛機的形狀 那我上面再加一個玩具上去 可以增加它的配重 我覺得這個形狀也滿 也是不太難看 再來 然後這是在市面上的 在市面上的這種玩具飛機 我就把它改成我們的太陽能動力的飛機 或者這是我在玩遙控飛機裡面的 飛機底下的飛機 遙控飛機下面的那種飛彈的裝置 我會把它改成我們的動力系統 這些東西的話 都能夠讓我們這樣的太陽能動力旋轉的平衡教具 有很多的改變的方式 我也提供給所有老師來看一看 當然我們在製作過程當中 也都希望每一個老師能夠好好使用這個教具 對我們的教學能夠有所幫助 以上報告 謝謝各位 我們是在一起的 再見 我們就有興趣的 我會看 走得挺多了 我會看